HELLO ARTIES的初友們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當然還是ARTIES 那這一台呢 跟 後方的這一台呢 這個都是11.5代的ARTIES X版 那今天要裝的工程是 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這個車友也改 在外觀上也改了不少東西 有大燈的貼模 還有大包 那今天安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兩台一起捧場 KT的道路板避震器呢 在一些零件的配件選擇上呢 我們都有附上座 前後的話呢 都不需要沿用原廠的零件 後面還有尾翼 還有後下搖流 整體外觀的話 當側高降下來之後就會非常霸氣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因為後面的話還有裝了後下拉桿 所以後面目前還在安裝當中 後面的上座呢 我們KT就有附了 不需要再沿用原廠的 就有附新品 那車高的調整呢 ARTIES的後方呢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我們把藍色的腳管呢 往下延伸的話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今天預計啦 前後大概兩指到兩指半左右 這個在安裝上呢 會比較簡單一些 如果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呢 像是12代的ARTIES 就比較有安裝上的技巧 這個呢 高低軟硬 KT的這一套呢 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呢 我們一般的道路版本呢 是配置了200x7公斤 那它的前面懸吊系統 是屬於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彈簧的話呢 這個預載部分的話 在出廠設定時呢 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這些都不需要再移動 那最主要的是要調整 下方的話呢 就要調整車高 車高的調整呢 我們把這個腳管上方的這個托板呢 懸鬆 懸鬆之後呢 它的藍色的部分呢 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就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齁 車高就變低 所以彈簧的預載部分的話呢 都不動到 那簡單的來說呢 就是車高的調整 跟它的乘坐感覺呢 是都不會有影響的 那離載蒜的部分 鎖點呢 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蒜不用改強化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蒜就好了 不用再另外花錢 油管架啦 還有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就都跟原廠一樣 那Artis這個版本呢 X版的話呢 它的上座規格呢 其實有不太一樣喔 跟一般版本的不太一樣 爬上去齁 X版的呢 它這一顆螺絲呢 是粗的 那一般版本的呢 是細的齁 這個是跟X版 避震器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阻尼調整呢 在裡面的話 這個看不太到齁 這裡有一個KT的標籤齁 這個標籤呢 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順時針的話 往H的方向 往H的方向它就變硬 往S的話呢 就會變軟齁 是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剛剛有提到過了齁 這個上座呢 我們KT就有附了齁 所以就不需要在菜園廠的上座來沿用 車友也有改了不少燈系的 燈系的 改裝品 那用料的部分呢 主寧油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是義大利 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的IP的主寧油 油縫的話呢 最關係到壽命的部分就是油縫 油縫的話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縫 所以耐用度的話呢 相當的不錯 那今天預計降低大概剩下 兩十到兩十半左右 這個還有電風液齁 很漂亮 外觀改的很漂亮 X版的話本來就有大包啦 所以它的外觀就比一般版還要來得漂亮 目前的話還是維持原廠17吋的鋁圈 但是它的外景有改大 二五四五十七 所以等一下的車高呢 會比原先預計的還要低一點點 X版 X版算是還蠻超值的啊 因為它原廠就有大包 呃 那原廠的鋁圈齁 其實會比較不建議的 ens 不建議裝這種這種 這個我們自己也有產品 我們鏡頭來戴一下 這是我們KT的那個 輕量化鍛造的鋁合間的羅帽 這個的話會比較不建議裝在原廠的鋁圈上面 因為原廠的鋁圈呢 它的形式的話它是有一個砍 要砍進去的 所以它不是這種60度的錐面 所以它的接觸面積的話呢 相對就會比原廠還來的小一點點 譬如說三菱原廠的鋁圈 還有TOYOTA原廠的鋁圈 就比較不建議啦 比較不建議改裝這種 60度角的這種 這種鋁圈的切面呢 比較適合呢 是改裝的鋁圈 有改了 這個是2254517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外觀 因為這台外觀改的很漂亮 X版 X版 原廠就有大包 這裡還有另外一台 這一台的話也是X版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 避震器 已經快完工了 目前只有剩下 鋁圈就OK了 前面頭盤有槍嗎 有 還有改了四出的排氣管 OK那很謝謝阿迪實測友們的同場 今天的直播呢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